Hello,大家好,我是爱极姐小燕 最近我分享了几期iPhone手机的一些参考行情 已经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可 我认为就是iPhone 13 Pro这个型号的话 还是收获众多网友的 那么今天的话我就带来了一波给大伙们去讲解 那么这一下13 Pro的话 是我合作多年的大伙老板给我挑出来的 而且有双卡又有单卡的机型 都是亮晶的标准,电池都是在90%以上的 我们一起开箱给大伙们检测一下吧 我也很长时间没有给大伙们进行开箱验机了 那么这一批机器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就再猜一期这样的13 Pro给大伙们讲解一下 这三台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已经有这个信号条的 就可以猜到这个是属于美版单卡的机型 然后我们先都把它放在这边边上 这台也是美版的,美版就放上面的 这几台的话呢是属于双卡的 双卡的机型的话呢是有港版的也有国行的 那么给大伙们分享一下这四台呢都是属于美版单卡的 这下面三台呢都是属于港版也有国行的 是属于双卡的 像这么多机型的话呢我为什么会拿出来给大伙们去讲解的 最近新款的14啊就是已经大降了有大几百块钱 所以呢其他的基金也是随着下调的了 不管是13系列的也好,12系列的都好啊 现在呢入手是个最佳的时候 那么这里的话呢一共是有两种内存的 这个是128G的,然后这个是256G的内存 这里的话呢也可以明确的看到这里已经写好了价格 因为这一台的话呢它电池是99% 拿回来的行情呢是5150 那么这是100的电池啊就相差了50块钱 这个是5200,128G的都是无锁版的啊 然后这里呢是256G的都是90以上的电池 所以拿回来的行情呢是5650 那如果说是有锁版的话 大概是在3800左右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下面这个双卡的呢肯定会比单卡的要贵一些 那么这一台是128G的内存 这里呢当口老板给的行情是5600 那么这里的话呢是多了一个档次的内存 256G的,是5980 这两台都是一样的电池呢都是在90%左右的啊 那么如果说你们呢有双卡的需求的话呢 可以选择这个国行的 那么如果说想要美版使用双卡的话呢 那就要多加200块钱进行拆机装一个卡草上去 这个的话呢就是要根据你们的需求了 那么美版跟国行呢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可以这么跟当伙们说 美版的机型的话呢就是在国外那边的话呢 它可以进行就是先买后付费的 很多人都会疑惑啊都发布了那么多年啦 机器还这么新 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美国那边有这样的条件 那么我们国行的机器的话呢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了 所以已经发布了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么国行的机器呢大部分都是在90%左右的了 更多的还是在80%以上 所以呢这一点你们要找新一点的机况 那选择美版是最合适的 好了那么本期的视频的话呢就讲到这里 对于国行跟美版的机型 你们要怎么选择都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的公屏处讨论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